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8节课内容,西北地区 那这个地区呢,我们主要介绍种植业 这个畜牧业以及这个矿产资源的开发 主要是塔利木盆地的相关情况 那么来看看这个地区 全国四大牧区 这里呢,内蒙古加新疆 好,其实下一个青藏高原地区就是青海加西藏,对吧 好,四大牧区 这个牧区呢,朝朝广布 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赫兰山 一东降水比较多,西边降水比较少 这些情况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它有很多的优质的草场 那这个农业的特征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首先呢,它有两种类型 就是农业是需要水的 因为西北比较干旱 那必然农业受制于水 哪里有水,哪里才有可能产生农业 那第一种,水来自于哪里呢 冰雪融水 那天山山路 这就是天山 山路两边 冰雪融化从那个天山上流下来的吧 天山山路 那在山脚下就可以形成这个农业地带 那河西走廊 什么叫河西走廊呢 就沿着甘肃这一条线 就是黄河的西边 这一块,这一长条 这应该是七连山脉的这个 这一带 河西走廊 也是从青藏高原边缘的那些山脉上流下来 流到下面形成这个一条走廊 好,那另外呢 在黄河流域 黄河这个流域有河水灌溉 灌溉农业 这是冰雪融水融下来 灌溉农业呢 就有宁夏平原 在这个位置 还有核桃平原 在这个位置 好,核桃 那这两个地方 一种类型灌溉农业两个点 然后呢 冰雪融水两个点 两个点 一个在天山 一个在这个 虽然名称叫做河西走廊 但是大家应该要知道这里 应该是七连山附近的这一线 好,黄河两个 这个宁夏 加核桃 那了解一下天山山路的坎井 好,这个比较 也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太厉害了 这个山上的雪 冰雪融化 融下来 流下来 大家知道新疆在夏天的时候 温度是很高的 然后呢 地表也是比较干燥的 水是很容易蒸发掉的 所以说为了保护这个水 如果水经过地表流 流不远 很容易就又干了 那劳动人民想的智慧呢 就是在这个斜坡上 打了很多的这个井下去 这个井下去 并不是取 这个这个井啊 打下去并不是要从这个井 提这个井水上去 而是打下去了以后 下去下去 然后呢 在底下建一个 在底下建立一个水渠 水流通道 那直接水 从这个土壤里面 从山上融下来 沿着地下的这个河水渠道 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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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山谷 山脚下山路下面的这个田野里面去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很好地保护水 不被蒸发 我们再看一下 再来总结一下 距海遥远 高山阻挡 造成了它降水比较少 好 这种干旱的西北 干旱的西北呢 畜牧业为主 为主 贺兰山为建 温带草原牧场 加一个山地牧场 山地牧场呢 主要在新疆那一片 会多一点 那种植业呢 就只能灌溉 因为天然的水比较少 需要灌溉 要么这个溶水 要么就是这个这个河水灌溉 天山山路 河溪走廊 宁夏平原 河道平原 这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这次畜牧业为主 农业为辅 农业只在河溪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才能开展 好 我们再看 塔利木盆地的矿产资源 塔利木盆地呢 它的自然环境 气候干燥 降水稀少 沙漠广部 沙漠广部 塔克拉玛干沙漠 对吧 面积最大的沙漠 你看它的气温 典型的温带的特点 然后降水几乎没有 这就典型的温带 大陆性气候 或者叫做温带沙漠 当然那个在气候里面 一般没有这么提 只提了热带沙漠 其实温带也有沙漠 温带的沙漠 通常被叫做温带的 这个大陆性气候的一部分 好 这是塔利木盆地的 这种地理形态的简介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矿产 它的这个生产活动的布局 因为气候干旱 因为降水稀少 因为沙漠广部 那这里其实是可以反过来 因为降水稀少 所以气候干旱 因为气候干旱 所以沙漠广部 所以它导致了它 它导致了它 好 那高山的冰雪 溶水溶下来 再形成绿洲农业 哪里能形成一点水 哪里有比较平 就有可能诞生农业 那这些农业聚集的区域 就容易聚集人口 人口多了以后 就容易形成城镇 就是大家会发现 这一圈 这一圈会 就是这个沙漠 大沙漠里面 很难形成绿洲农业 和人口的聚集 那都在周边 这些山边上 山脚下 可以形成 那交通线呢 当然是以人为主 人在哪里 交通线就建在哪里 就把这些人 所在的地方串联起来 对吧 就交通线主要 沿盆地四周分布 西汽东书 要重点介绍一下 西汽东书呢 有两条线 起点第一条线 就是霍尔果斯口岸 霍尔果斯口岸呢 是路上的重要的 这个开放门户 霍尔果斯口岸 沿着这个红线 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广东省 这是第一条线 将主要是 从哈萨克斯坦等 这个进口过来的 这个资源 气体 天然气输送到 这个一直到达广东 当然沿线也可以输送啊 包括经过湖北省 这还有一个早阳市 对吧 像我们家乡也能够用上 从那来的天然气 那另外一条 这个绿色的 主要是这个自己产的 塔利木盆地 这个轮南 从这一带 好 沿着这条线 一直走到上海 当然沿线的人民 也能够方便的使用 对吧 那起点都在新疆 一个是霍尔果斯 一个是 塔利克拉玛干沙漠 里面的一个点 叫做轮台 那一个到达上海 一个到达广东 到达广东 主要是进口的 到达上海的 主要是自产的 对吧 好 那为东西部地区 经济发挥不同作用 你比如说 对西部来说 它的原料 它的产品 卖到了市场需要的地方 它就赚了钱 它就 这个提供了 更多的就业岗位 更多的人可以 这个有工作机会 可以赚钱 可以养家糊口 对吧 那这是对西部的贡献 那对东部的贡献 我有了原材料 我可以发展这个工业 发展加工业 然后带动 东部地区的经济的发展 提供 为东部地区创造这个就业 所以说 东部给它钱 带动它的发展 那西部给它资源 作为工业的原料 推动工业的发展 所以互相有不同的作用 好了 那我们关于西北地区 这个畜牧业 这个灌溉农业 以及泰克拉马干沙漠的 这两条油气管线 以及他们发挥的各自的作用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 再见 下节课